午餐時刻 修女帶領慈濟志工一起禱告 用餐地點特別選在百年古蹟 這個小房間院方特別命名為慈濟室 一張張照片記錄著志工付出的足跡 年勢已高的安齊拉修女 與慈濟結世32年 與老朋友敘舊之外 也向上人問候 尊敬師江燕 我正在坐在乎所有的朋友 和蘇寺人士的銀河人士 他們今天來見我們 我們第一次在我們的生活 我們給他們一個食物的餐廳 所有的人在澳洲 都跟你們推薦所有的東西 食物的餐廳 我們必須要照顧貧窮 三十年的好情誼 未來還要延續 大愛新聞 知善美志工林玉彤 彭雲華 澳洲報導 今天一定會有關的 所互的福音 我們必須要死的 物質地